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学习第四个知识点 给大家讲解一下公司战略的层次 首先还是看一下这个知识点的考询分析 应该说这个知识点它所讲的内容比较少 易于理解和掌握 需要咱们广大学院记忆的内容并不多 甚至可以说不需要大家太多的记忆 重在理解 这个知识点它自身的属性决定了 更适宜以客观提醒考察 属于低频考点 涉及到这个知识点的整体的难度不大 从最近五年考察情况来看 这个知识点应该说从来在考试当中 没有涉及到过的考察要求 那么我们介绍完了这个知识点的考询分析之后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讲解这个知识点 为数不多的相关内容 既然是讲解的公私战略的层次 那么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公私战略 根据其所涵盖的范围和自身的属性 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 位于金字塔尖的位置为总体战略 作为金字塔中段是业务单位战略 业务单位战略又可以称之为竞争战略 这一点大家现在就要把它记住 处于金字塔底座的位于基层位置的就是职能战略 这是公私战略 根据其所涵盖的范畴不同 根据其自身属性不同 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 这三个层次的战略都是企业战略管理的状况组成部分 为什么说这三个层次的战略都是企业战略管理的状况组成部分 因为这三个层次的战略都是什么战略管理的对象 因为战略管理其实说的不就是管理战略的事 所以说这三个层次战略作为被管理对象 都是企业战略管理的状况组成部分 正如刚才我们所讲 这三个层次战略 它们的侧重点和影响的范围有所不同 我们对于这三个层次的战略 它们各自的侧重点以及相应的内涵 来逐一给大家进行讲解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总体战略 什么是总体战略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 理论勿虚的一个定性的描述 就是总体战略是企业最高层次的战略 它位于金字塔尖 处于领头羊的位置 引领的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所以说总体战略 也就是所谓的公司层战略 是企业最高层次战略 这是一个理论无需定性的描述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总体战略它的定义 我们带领大家呢 先把教材给出的总体战略的定义呢 先整体的过一遍 再给大家呢 回过头来呢 逐一的讲解 那么所谓的总体战略 需要根据企业的目标 选择企业可以竞争的经营领域 合理配置企业经营所必须的资源 使各项经营业务相互支持 相互协调 这是总体战略教材给出的定义 应该说 总体战略的定义 在咱们教材当中呢 会出现两处 一个是在这 一个是呢 在第三章第一节 在讲到总体战略相关内容的时候呢 还会涉及到 对于总体战略的定义 我们如何来拆分解读呢 总体战略的定义 可以将其拆分为 一个依据 两个动作 一个目的 一个依据 就是总体战略 需要根据什么 企业的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战略目标 也就是说企业所设定的目标 这个目标呢 需要战略来实施来完成 所以这个目标为之为战略目标 这在前面给大家已经讲了很多遍了 所以说总体战略 它是为的实现什么 企业的什么 总体的战略目标 所以说总体战略 需要根据企业的什么目标 这个目标指的是企业整体的总体目标 所以说是根据什么 企业的总体目标 就是一个根据 一个依据 是依据 是根据企业的总体目标 然后呢 它的拆分解读呢 是 接下来是两个动作 哪两个动作呢 一个是什么 选择精英领域 另外一个动作是什么 配置资源 所以说你把这句话缩写 就是选择 精英领域 配置资源 就是选择企业可以竞争的精英领域 就是说 你在哪个范围内能够 跟精英对手竞争 跟同业竞争 然后呢 获取你的客户来挣钱 你选择什么 你开展业务 进行竞争 获取客户的这个范围 就选择这个精英领域 然后呢 选定完精英领域 你得日常开展精英啊 你不能靠唾木战啊 得真金白眼往里砸呢 得配置相资源 所以说这是两个动作 还有是最后什么 达到什么目的呢 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什么 是各项经营业务什么 要达到目的 是相互支持 相互协调 所以说总体战略的定义 把它解读完之后呢 就是什么 一二一 一二一 就是一个依据 两个动作 一个目的 公司战略呢 常常涉及整个企业的财务结构 和组织结构方面问题 为什么说公司战略 常常涉及整个企业的财务结构 和组织结构呢 其实呢 也没有为什么 教材那么说的 你非要 让我展开讲解 我要把它说圆了 财务结构 说的是财 组织结构呢 所谓组织结构 其实就是根据任务 对于人的安排 然后 总体战略 你是要干具体的事 其实呢 涉及到的是什么 设备厂房这个物 所以说 公司战略 常常涉及整个企业的财务结构 和组织结构方面问题 其实就把人财务 这三方面的都挂上 都串起来 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把握就可以 所以说 总体战略的定义 按照我所讲来理解 把握 一个是理论无需定义表述 最高层次的战略 一个是他定义的 一二一 这样一个拆分解读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看业务单位战略 业务单位战略 也称之为竞争战略 在今后的讲课当中 对于业务单位战略 我们更多的 更习惯于 包括在考试事业当中 将其称之为竞争战略 那么竞争战略 顾名思义 就是与竞争对手 面对面 厮杀 克敌取称的战略 业务单位战略呢 涉及各业务单位的 主管 以及辅助人员 这些经理人员 其实对应的英文原文呢 就是这段话啊 他选择于呢 国外的 筑块考试的 战略教材 还有一些个 这个企业战略的 一个科普的一些个书籍 对应的英文原文是managers 所以说呢 将其呢 议为管理人员 在上下文当中呢 应该说更妥贴一些 就是说这些个管理人员 也就是说 所谓的这些个 单位的主管们 以及他的下属 这些个管理人员 他的主要任务 是将公司战略 所包括的协目标 发展方向和措施呢 具体化 也就是说 业务单位战略 竞争战略 它是根据 公司的总体战略 来开展 并将其具体化 转化为呢 与竞争对手 面对面厮杀 克敌制胜的什么 一些个 具体的竞争 与竞争战略 业务单位战略呢 要针对不断变化的 外部环境 在各自的经理中 有效竞争 因为竞争对手 采取什么招 你得见招拆招 所以说呢 加以相应的应对 所以说 在各自的经理中 有效竞争 为了保证 企业的竞争优势 各竞争单位 要有效的 控制资源的 分配和使用 也就是说呢 要把好钢 用在刀热 这就是呢 业务单位战略 或者说竞争战略 大家按照我所讲的 理解到这个程度就可以 有个大体的 一个印象就行 那么讲到这儿 教材呢 把总体战略 与竞争战略 这二者的关系 给你进行的一个总结 对于一家 单业务公司来说 总体战略和业务单位战略 只有一个 集合二为一 也就是说 如果说这家公司 它只是什么 生产铜装的 它就生产铜装 是单业务公司 那此时 它的总体战略 就是更好的发展 能够呢 在基因环境当中 谋求更有利的位置 它的竞争战略 也是一个目的 也就是说 能够什么 更好的竞争 谋求一个 更好的一个 经营环境 更大的一个 市场份额 所以说 对于一家 单业务公司来说 它的总体战略 与竞争战略 是合二为一的 也就是说 对于 单业务公司来说 它的竞争战略 它的总体战略 说的是一回事 合二为一 对于单业务公司 那么对于业务多元化 公司来说 这两种层级的战略 区分的才有意义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group 集团总部 下面呢 有不同的子公司 对吧 子公司一呢 比如说是做汽车的 子公司二呢 比如说做的是房地产的 子公司三呢 比如说做点食品的 那么此时 集团有个总体战略 然后怎么样 每一个子公司 在他们各自的领域 有限量的什么 与金融对手 面对面 厮杀可敌制胜的 这样一个竞争战略 所以说对于业务多元化 公司来说 这两种层级的战略区分 才会有意义 大家呢 把这个结论记下来 或者不用记 有一个大体的印象了解 就可以 这样三个层次的战略 咱们讲完两个了 总体战略 竞争战略 接下来咱们讲 金字塔底座的 职能战略 那么职能战略呢 又称之为职能层战略 主要涉及企业内部 职能部门 所谓职能战略 其实就是企业内部 各职能部门的战略 职能战略 涉意到什么呢 涉意到如何更好的 配置企业内部资源 为各级战略服务 并提高组织效率 所以说 为各级战略服务 咱们就是这句话 来给大家一并进行讲解 也就是说 企业的战略 划分为三个层次 总体战略 处于金字塔尖 位于领头洋位置 引领协外发展方向 它是最高层次战略 竞争战略 要服从和服务于 总体战略 职能战略 要服从于 总体战略和竞争战略 同时 职能战略 要服务好竞争战略 大家记住我的表述 竞争战略 要服从于 公司的总体战略 职能战略 要服从公司的 竞争战略和总体战略 职能战略 要服务好 公司的竞争战略 各职能部门的主要任务不同 关键变量也不同 即使在同一职能部门中 关键变量的重要性 也因经条件不同而有所变化 因为难以归纳出一般性的 职能战略 所以说在职能战略中 协同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于第二点第三点 我给大家举两个小例子 来解释一下 你比如说 在第二点当中 即使在同一职能部门 关键变量的重要性 也因经条件不同而所变化 你比如说人力资源部 人力资源部 它是个职能部门 它的战略就是职能战略 就是人力资源战略 是职能战略 比如说在这企业的初创期 它招人选人的时候 谁能够给我企业带来市场资源 客户资源 业务资源 英雄不问出处 我见一个招 这是他初创期的人力资源 智能战略的一个什么 关键点 关键变量 也就是说 谁能给我企业带来发展资源 我就要谁 英雄不问出处 等这企业都发展起来十几个了 也做大了 上风也高了 也抖起来了 扭起来扭得不了了 再招人的时候 还得是985211的 研究生学历以上的 得是刘过阳的 得熟练会议门英语的 得是能够熟练使用office的 得是沟通的 得能够出差加班的 你看 他的词都来了 你看 这就是 即使是同一智能部门 关键变量的壮性 也会因精巧的不同而变化 这举个例子 那还有一个 例子呢 就是第三点 在职能战略中 协同作用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说 协同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你比如说 财务部门 是为了什么 控制成本 业务一线呢 要招人 我得招这个人 那人力虽然说 我给一线部门服务 我就招人 那财务部门说 咱得控制人力成本 你看 这俩就产生矛盾了 那研发部门呢 恨不得多研发 要给我投研发经费 那财务部门说 咱得控制成本 那一线部门说 你给我弄新产品 你看 这个每个部门的诉求 是吧 都不同 那采购部门呢 他尽可能要 采购呢 相对什么 便宜一些 质量能过得去的原材料 而生产部门呢 他是希望用好的原材料 这样他的生产的 这样一个 原材料的使用率高 这样费品率啊 或者说是这个 费品率就低 或者出口率就高 他的材料使用效率就高 对他的考核就好 所以说你看 这个企业内的 每一个职能部门 他们各自的诉求都不一样 采购的要买物美价廉 或者说价格便宜 这样过去的 生产部门呢 得需要用好的原材料 然后呢 人力资源部门呢 他们的招人 满足一线业有需要 然后呢 财务部门说 你得控制成本 研发部门呢 他们多投入研发经费 财务部门说呢 你传统产品能挣钱 那一线部门说 你给我多提供新产品 你看 每一个职能部门 他们各自诉求都不同 只能是什么 经过一个强有力的管理证 把他们统一协调起来 形成一个什么 统一的合力 取他们的最大公约数 这样才能够在内部呢 通过形成整体合力 一致对外 来提升什么 企业的整体的实力 和什么 业务的什么 竞争实力 业务的竞争力 所以说这对于职能战略 给大家呢 多说几句 加以解释 这样我解释完之后 对于这几点的表述 你不用死地应备 你就直接了当 也就理解了 这就是呢 针对这个知识点呢 给大家讲解的一些理论 物虚的内容 我们在前面呢 给大家呢 介绍过 这个知识点呢 它是低频考点 也就是说这个知识点 在历史上 曾经呢 考过 为数不多的客观体系 但是呢 在最近五年来 没有涉及到呢 对于这个知识点的考察要求 2023年 对于这个知识点 考到的可能性 也微乎其微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对于这个知识点 历史上曾经考过的 两道 为数不多的 客观真题呢 来给大家呢 进行讲解 首先呢 我们来看 2014年那道单选题 公司总体战略的 构成要素是什么 这道题的题杆很短 既是题杆 又是问题 你看2014年 还是战略 还是这种题 你看现在 咱看战略的这个真题 真是不可同流而已 就是说 很难想象 那这的考题是那么幸福 公司总体战略的构成要素是什么 我们来看选项 一看选项 给我们提示 考的就是公司总体战略的定义 它的构成要素是什么 A 选择经营范围 发挥协定作用 这是一个动作 一个目的 然后确立竞争优势 有效的控制资源的分配和使用 这其实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竞争战略 对不对啊 这不是刚刚说过这个竞争战略吗 配置企业内部资源 发挥协定作用 这说的是什么 是职能战略 你选择经营范围 然后发挥协定作用 这其实是一个动作 一个目的 那么 第一选项呢 选择 范围 配置资源 这才是说的公司总体战略的什么 它核心的什么 两个动作 A 它只是说了一个动作 没说全 公司总体战略的构成要素 除了穿靴戴帽 这个戴的帽是依据什么 这个靴是为达到的目的 关键是中段核心的两个动作 这才是公司总体战略的什么 它的两个构成要素 所以说综上 B说的竞争优势排除掉了 C说的征战排除掉了 在A和D当中 相对来说 这道题目的最优胆 应该选择的是D 应该选择的是D 我们接下来呢 再看2015年的一道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 属于多元化公司总体战略的核心要素是 此时 四字二的答题方法 闪亮登场 第二个是 关键词核心字 字底行间寻以词 蛛丝马迹找线 这道题的题干 亮点在哪 关键点在哪 人家问的是什么 不光是问公司总体战略 人家还有个定义 多元化的公司总体战略的核心要素是 所以说我们看多元化的公司总体战略 那A选项 明确企业的竞争战略 这纯粹是什么 竞争战略的事 协调每个职能中各个活动关系 这是职能战略的事 协调不同职能与月流通关系 这是职能战略的事 多元化 也就是说公司总体战略 它是两个核心动作 一个是选择领域 一个是配置资源 现在人家问多元化公司总体战略 那么既然是多元化 它的与众不同 就是选择的领域是多种重要的 所以说是什么 是选择企业可以竞争的经领域 也就是多元化这三字 它映射的是公司总体战略当中 两个动作当中的 那个选择经领的动作 A是竞争战略 因为它明确写竞争战略 肯定不是总体战略 C跟D说的职能战略 然后又配上多元化这三字 所以说综上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应该选择的是B 这是这道题目 它正确答案声称的新度为常 那么讲完了这两道题目之后 第四个知识点的相应 就都给大家讲解完毕 应该说这个知识点 人不多也不难 而且被考到的可能性也不大 所以说大家按照我所讲的 掌握到这个程度 即可满足2023年考试 对于这个知识点的可能的考察要求 好 这个知识点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对于这个知识点的可能性就会 对于这个知识点的可能性在